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蓝方选手 来自亚美尼亚的 Mr.Mirror 来自亚美尼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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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请请请订阅 Mr.Mirror 好 蓝方拳手已经就位了 这是来自亚美尼亚的一名神秘的拳王 接下来呢 即将为您请出 与他对阵的红方拳手 这位拳手呢 熟悉我们俄美传奇节目的朋友 对他并不陌生 前段时间呢 我们在泰国进行了一次跨国的直播 他以一敌二完胜对手 他21岁就已经有了 215战160胜的娇人成绩 2012年 伦平尼拳馆超级羽量级 59攻击冠军 2016年 TopKing世界杯冠军 泰国泰拳冠军赛 140磅 145磅冠军 他还是我们俄美传奇的 四战全胜 而且这四战当中 三次KO对手 来吧 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红蜂选手来自泰国的禅暴之王 杨维采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ed Corner From Thailand Please Welcome Mr. Young Weich The Red Corner 好了 各位 双方拳手已经就位 接下来大家可以一赌泰拳最顶尖 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手的风采 不过 请注意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大战 但是本场比赛的裁判是理科先生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大战 这场自由搏击大战 准备大战 连续的左右摆拳 左右击辅机头的 连续开攻啊 到现在已经打了二十多拳了 逼迫的耀维差步步后撤 而且在乱拳之中又有拳法 命中耀维差 确实给耀维差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是 我还想在观众面前大肆炫耀一下 我最佳拳手的称号 哇 全白 耀维差 耀维差被对手中击 这个 我们知道耀维差在泰国 纯泰拳界应该是一个 近两年啊 势头最旺的一个选手 但是他的 得意技啊 残暴技术在自由搏击规则当中 没有办法运用 而且今天的他的对手 我们看啊 拳法上的优势相当的明显 是的 哇 今天真的是齐红对手 整个的战术布局明显是比勒是有备而来的 希望这个耀维差能够顶住这个 上来之后 米勒这我们管叫山板斧 嗯 这个米勒的资料在我们手中呢 几乎是空白的 我们不知道他之前打过什么样的比赛 但是今天上来 没想到给我们以一个这样的形式 让我们认识他 打了耀维差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中间有两次重击到耀维差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耀维差跟米勒在互相换拳的时候 还是这个风险很大的 哦 前手摆拳 米勒是点心的 米勒的这个抗击挡能力真的是很强 哦 哇 在耀维差进前手摆拳给对手中击之后啊 这个米勒的意识和整个状态还是能够保持继续下去的 但紧接着耀维差给了一个吸击的挺 站起来 站起来 哇 太遗憾了 这个 也从那个层面啊 反射出耀维差整个民场的这个变换能力和调整能力很强 还是非常强的 好 好 好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你们刚才所看到的就是世界最顶尖的格斗水平 知道吗 所以今天大家啊 不枉此行 我们建议大家热情的掌声再次给两位世界顶尖高手鼓励一下 尤其是阿米尼亚的这位我根本没有介绍的神秘的拳王 非常的厉害 来 接下来我宣布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是先发之人啊 这是我们古代中国的兵法里的啊 来 本场比赛红防选手第一局二分三十二秒 TKO 获胜 恭喜 奥威菜 从泰国 谢谢 恭喜 我建议大家再次热情掌声送给Mira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下來有请班解嘉宾 世界著名泰拳賽事 Top King 創始人 Mr.Narid 那請歡迎 剛才我們認識的韓子豪 包括現在的腰威菜 都是Narid創造的平台 Top King的優秀的選手 Top King也是我們俄眉傳奇的 強強戰略的合作夥伴 我們在幾個月以前去泰國 就是俄眉傳奇和Top King的跨國直播 讓我們再次謝謝Top King的選手 Thank you Mr.Narid Thank you